聲音更立體 意見更多元 千禧年代 葉冠霖 聆聽不同聲音 文醫戰 很失望 雖然我們被水化客 滋擾和做到不方便 但不需要這樣的態度 我覺得很恐怖 不值得這樣做 政府要去做一些事才行 當然我是對於水化客 是不方便 是有點不開心 但不是我們 就這樣做得到 比水化客更差 你其他國家或其他地方 你買東西 你別人這樣做 你行不行 很過分 其實我覺得他們不是反水化 是直辭反水化 其實是想延續佔中的一個行為 只不過是直接搗亂 去搞亂香港的形象 其實對整件事的一點好處都沒有 水化客絕對是帶來不變的 但我覺得是不需要用這種行為去表達 你不可以因為你個人的行為 去影響整個社會安寧 交通都被你影響了 還有很多人真的打人踢人 這些對某些人來說 你對他們是很不公平的 你說買金 他不會是水化客吧 他可能真的購物是自己用的 他可能不是水貨 你開門給別人來購物遊覽 有旅遊業的 你這樣就跨倒自己香港 整個 扯高了租金 扯高了租金 扯高了所有消費物價 這個影響會比較嚴重 表達意見就可以 但你用到傷害別人 或者傷害別人的物件 那就過分了一些 昨天看新聞也看到 已經是踢別人的行李箱 又用垃圾桶扔警察 變相是暴力 有些人上網說 人家發覺那些更厲害更厲害 但這裡是香港 香港人給人感覺是守法 有素質 但昨天的行為 其實跟內地沒有分別 如果不是像昨天那麼激烈 又踢別人的行李箱 都可以接受 繼續千禧年代 八點半鐘新聞之前 我們訪問了熱血公民成員 鄭松泰 他也有份參與 星期日的示威行動 他在尖沙咀出現 他解釋了他們的理念 很多聽眾朋友打上來 想回應一下鄭松泰 可以打來和我們聊一下 17231 17231 張先生早晨 早晨主席你好 早晨主席你好 聽說 有些話想跟鄭先生分享 如果他願意想別人 聽他們的聲音的話 都請這一班反殊的人 都聽聽別人的聲音 從剛才的對話裡面 其實我香港 我唯一要打電話的原故 才是中途聽不到他們的旗下內容 但我都用心聽完他們的理據 但其實真的很難代入他們的角色 除非他是一個原意毀過於人 自己搗亂了這個別墜 還覺得是合大條道理 或者自己見到行李箱 就說問題嚴重 所以再查都是合理的話 這些不理性的行為 其實是很令人擔心的 我剛才聽完這個說話的時候 真的覺得那種是激激打冷陣的感覺 是真的 由這個之前佔中到現在 我都用回這個說話 就是會頭是岸 這班朋友 我想我不再強調 有些什麼事 他合不合理 就說了一些道理之後 他都會覺得是不合理的 因為問題嚴重 政府不做事 他有道理 去到一個地步 強化了一些違法的行為 通報的行為 他又說是個量化的問題 不是那麼嚴重 是被人誇大了 出現了就出現了 有些事情要去面對自己 曾經做過的事情 這些事情是對還是錯的問題 但這一種的示威手法 其實就越出激烈 是近來變化出來的 例如之前看佔領 剛才你用的比喻 開頭的時候 學生是很強調和平理性 非暴力 坐在一邊 那種形式 你怎麼看這個變化 我觀察個別 個別 絕對是個別的情況 他說沒錯 但是已經是問題 你不明白我 個別不是問題 是 如果你個別 你本身不認同的話 就請你愈意檢測 繼續防範 如果你覺得個別 也不是問題 其實本身自己 已經在製造一個問題 要警惕這種新的出現 我也想反映這個問題 其實如果 剛才鄭先生 是不是在學的青年 他教書 更加大家課 我心想 如果他在讀書 他寫什麼論文 用這樣的論據 認為自己合理 如果老師有些合格的話 我都不知道他老師 怎麼去面對這班學生 我也圍堵 現時教育制度的工作者 而真的 我擔心他們工作上的壓力 我想要反思這班學生 自己自己 到底是用什麼態度去理 當然 以往填額色 有一個Model Answer 有一個不足地方 有批判是好 但中間有一個平衡 就不是說 可以這麼 盲不講理 簡單的說 如果你說 真的盲不講理 OK 好 多謝聽眾朋友先跟你聊 多謝張先生的意見 剛才說到鄭松泰 他這次用熱血公民的身份 來接受訪問 其實他本身也是一位博士 他在理工大學 有個身份 應用社會科學系 接著我們聽聽下一位聽眾朋友 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早晨 早晨請講 我剛才聽到鄭先生 發表他的言論 原本我不打上來的 但越聽越覺得離譜 我覺得那些口問 有些晚上 有些歪理 難道政府不理你 你就可以用這些方式來亂來 現在整個社會會變成怎樣 我想說 或者政府應該要重點出擊 要留意一下 情況已經去到現在這樣 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去處理 不是 你可以說 我要表達的話 我就要用這麼暴力 其實我也是不斷看一看新聞 我覺得 為什麼會用這樣的方式 你現在不像一個暴徒嗎 好 你看一看 你剛才已經和節目主持人在談的時候 你看一看你自己講裡面的內容 我想我都不可以接受 我想香港人都不可以接受 你這樣 一個人知道 什麼是應該做 什麼是不應該做 不是說 我想表達 就用這些方式 就可以去做 那就錯了 這些是什麼歪理 那麼大人應該知道 什麼應該做 什麼不應該做 我只是表達這些方式 我希望不要這樣影響到其他人 或者政府如果聽到的話 見到這樣的情況 我想要從上面大陸政府 我想都要坐在那裡慢慢談一下 看看有什麼可以 可以令到或者教育一下 內地的朋友來到香港是應該怎樣 或者香港朋友怎樣去對待大陸的朋友 謝謝王先生 這件事也看到一點 的確是水貨問題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都覺得已經不能接受 我們特別是北區的情況 已經太過濟迫太多劫力了 這一點也都是 政府也都要從這件事裡看到 真的要做一些事情 回應社會的反應 謝謝王先生 鳳太在這裡 鳳太你好 早晨 我想說 就是今早聽那段 有關那個媽媽 鳳太不好意思 先關掉收音機 有些回音 對不起 鳳太剛才說的那段片段 就是昨天我們訪問陳先生 他在現場錄到那段片段 是的 我想說回 即逢是什麼事都要冷靜 他很影響的小朋友 因為我不知道他是香港人 還是大陸人 據說他持有香港身份證 也不是重點 無論是否內地人 也不應該這樣罵他 是的 我知道 但是他當時嚇到那段片段 那段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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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如果自己身為父母 那就應該要冷靜 這些處理 還有剛才那個姓鄭 身為師表 我覺得他如果是不滿政府 或者怎樣也好 都不要梳擺學生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知道有一個13歲已經被拘捕了 那我覺得這麼小 為什麼會影響到他呢 都有機會影響到的 水貨客人 周圍都看到 不是 其實我住灣仔 我都看到很多推劫 但是呢 可能灣仔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也有很多藥房 那我也看到的情況 但是呢 我覺得有什麼事情 就要冷靜 不要這樣罵人 打人 踢人 去解決一件事 因為上行下校 那些人會跟著學 嗯 OK 多謝馮太 跟你聊天 多謝你打上來 還有楊女士 楊女士 你好 你好 早晨 我也是住灣仔 但是我覺得 昨天的星期日 看到這些 已經幾個星期 我覺得 越來越嚴重 我們是不滿意 但不是不這樣的方法去做 反正我們回大陸 做壞事 去到深圳 被人這樣踢 被人打 這班人是否幫他們出頭呢 嗯 是吧 即是你有什麼事 不是這樣對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 就算他們真的出來 來香港賣東西 都是經濟 對我們經濟好的 嗯 不是這班人 所謂的人 這班人 所謂的什麼人 我都不知道 香港被現在出到這些 這些什麼學生 這些年輕人 嗯 我有沒有想到 他們的父母 我們是怎樣養大他們的 養大了之後 是不是出來這個社會 是搗亂的 嗯 跟六四有什麼分別呢 跟文化大革命 有什麼分別呢 這班人 是不是 即是破壞這個社會 對這個社會沒有貢獻 一出來就要有 有套 有套 這樣才是認他們的理想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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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覺得這幾個星期 越來越過分 即是我們身為一個子民 出來說話 是真的對不起這個社會 OK 謝謝楊女士 跟你談到這裡先 其實這次見到示威者 或者一般人的想法 就覺得 怎樣判斷這個人 是不是水火客呢 看他的身份證 如果他沒有香港身份證 那就是內地人 內地人就是水火客 很多時候直接這樣等好 其實這些數字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大公報之前就有一個報道 就說到究竟水火客的情況是怎樣 大公報引述的數字就是 來自深圳口岸海關 就說過去四年 他們捉到涉嫌走私的水火客 就有三萬三千人 當中近二萬人 即大概六成是香港人 剩下的那些就是內地人 即大概六四支比 現在說因為懷疑他有走水火行動 而比深圳口岸海關 在過去四年抓到的數字 就有這樣的比例 都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總之其實水火客就不獨視 是內地人的香港 也都相信有人參與其中 還有這樣的數字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好 再來有羅女士 羅小姐你好 你好 早晨 羅小姐 早晨 請說 其實我剛才聽到熱血公民的負責人 說傳媒有時就這樣抽取了那些 像我們欺負那些內地人 夜分之朋友欺負那些影片出來 其實就不會只是看這個角度去看的 我覺得事情其實他們會不會想回頭 有時候他們會罵那些警察是黑警 他們都只是抽取那些片段 其實他們都不是完全是很客觀地去考慮 其實怎樣去報導那件事在多方面 所以我覺得這次傳媒可以讓我們看到另外一面 因為我之前都是支持他們那種的行為 但是這次的確是某程度是令到一些支持的市民 是會開始想一下是不是行動過激呢 是不是可以大家要想一下 用一些溫和一點的角度呢 因為其實這樣我們有時候做遊客 我們出去如果我們面對這些情形 我們都會很害怕 如同一些內地人來香港的時候 然後他們根本不知道場情是發生什麼事的 但是來到好像被人襲擊那樣 我覺得其實這樣對於本土香港人的形象 都很大的傷害 我自己就這樣看 這個去到你的底線沒有 就是剛才訪問他就說 現在都是沒有去攻擊人的 都是踢行李箱、罵、口的階段 你還可不可以接受再升級呢 他把尺就好像 其實已經偏離我自己可以接受的程度 我會自己考慮這些活動 我還應不應該去支持呢 好像有點過了我們可以接受的程度 我們是很想走出來去爭取我們想要的東西 但是現在這樣我就會有點擔心 因為好像影響了越來越小的人出來 他們好像發洩一輪一樣 我們的目的最終不是這樣的 我們是希望得到政府正視我們想要的訴求 現在這樣做呢 我覺得行為就較為偏激了 也都可能某程度傷害了一些無辜的人 我們不是這樣的 OK 說得很清楚了 羅小姐 多謝你打上來